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眼前这个男人 靠什么吊打神灵呢 看完你就知道了 绿巨人真名叫布鲁斯·班纳 他正在进行一场人体实验 然而实验出了意外 班纳被伽马射线污染 一个名为浩克的绿色怪物诞生了 便身后的班纳破坏力极强 且不受控制 为了不再伤害自己的女友 班纳游走于世界各地 寻找控制愤怒的方法 这次他隐藏在巴西的一个小工厂里 但是一个不小心划伤了手指 一滴血掉落 就是这滴血液 让他再次进入了美国军方的事业 罗斯将军立刻派出了王牌特种部队 使势抓捕 警觉的班纳仓皇逃走 赶来的特种兵们扑了个空 只留下了班纳的一只狗 熟悉好莱坞大片的人都知道 主角的狗是能杀的吗 很快特种兵们 就要为自己的行动付出代价了 另一边逃走的班纳 却不小心惹到几个小混混 他们抓着班纳一顿胖揍 浑然不知自己惹到什么样的怪物 随着班纳两眼绿光一闪 暴怒的绿巨人再次出现 光头哥被一脚踹飞到墙上 剩下俩人只分爹妈少生了两条 各种部队打到 麻醉弹甚至无法刺破浩克的皮肤 赶紧换上真弹的士兵们 疯狂扫射也无济于事 浩克的防御力 甚至连手榴弹都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士兵们被浩克打得击飞堵 似乎还留有班纳的一丝神智 浩克强忍着怒火走入了黑暗 面对着士兵的质疑 将军无奈说出了真相 当初他的女儿 也就是班纳的女友贝蒂 动力研究抗辐射技术 实际上 他们不知道的是 军方不过是利用他们的研究数据 制作超级战士血清 研究成果一旦成功 他们就能体谅生产美对那样的超级战士 听到这个消息 布朗笑了 这正是他所可求的力量 在布朗的要求下 将军给他注射了当初班纳实验室 留下来的唯一一款血清 另一边的班纳 为取回自己的实验数据 联系上了贝蒂 原来这段时间 班纳在网上结识了一位 名为蓝先生的生物科学家 通过实验 已经初步制造出 抑制浩克细胞的试剂 但是想要真正成功 还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 班纳小两口刚联系上 军方就找上门来 班纳被逼入了通道 两枚催泪弹射入 通道内瞬间弥漫着呛人的烟雾 贝蒂想要前去阻止 被后面的士兵强行扑倒 看着受伤的女友 那恐怖的咆哮 终于让贝蒂明白 他们制造了一个 何等恐怖的生物 猛烈的扫射 倾倒在浩克的身上 对他来说 就是小孩子扔在身上的花生女 旁边的装甲车 被他一下掀翻 暴露的浩克抓起装甲车 一下 两下 三下 钢铁合金的装甲 被他硬生生达成了垒球 此时 注射了血清的布朗出动物 他扛着榴弹枪 对着浩克攻去 靠着血清强化的伸手 敏捷地躲过了浩克的攻击 浩克拆下了装甲 向布朗通来 将军派出此行 专门克制浩克的武器 两排伸在车 同时开 恐怖的伸内压的浩克 痛苦不堪 他猛然扔出一个盾牌 砸毁一架声 接着一个跳跃 解决剩下的一排 布朗脑偷的 还想上去挑衅 浩克一脚教他做人 场面即将彻底失控 贝蒂出来安抚了浩克 但是此时 直升机已经开 浩克为了保护贝蒂 选择硬抗伤害 然后载身将最后一块盾牌 砸向了飞机 飞机坠落巨大的火海 将两人一同分屎 悲重的将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浩克 抱着昏迷的贝蒂离去 班纳和贝蒂 终于联系上了蓝先生 也就是纽约大学的山姆博士 博士的治疗方案简单粗暴 注射药剂治愈细胞 唯一的危险 就是必须在变身的状态下 才能生效 随着博士一个猛烈的电机 班纳的身体无法抑制地开始膨胀 她的皮肤也有白到绿 但是随着药剂地注入班纳的身体 竟然恢复了原样 试验成功后的班纳才得知 山姆博士竟然将她的血液稀释 复制了一整个实验室 深知自己血液的补补性 正要毁灭这些血液时 军方的人马再次找上门来 回首的竟然是毫发无损的布朗 看来血清的力量 赋予她的不仅仅是力量和速度 还有可怕的恢复力 已经失去变身能力的班纳 被轻松逮捕 然而谁也没想到 布朗竟然威逼博士将浩克的血液 注射进自己的体内 另外一边的罗斯将军 接到手下的报告 浩克正在街上肆意破坏 罗斯一脸猛地看着班纳 就算有人模仿你的脸 有人模仿你的脸 可是怎么模仿你那一身箭子咯 汽车在怪物手上如同玩具 连火箭弹都能被她徒手抓住 看着在街上横冲直撞的增悟 此时的罗斯将军 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为了阻止增悟 班纳从飞机上一跃而下 等她从地底出来的时候 又一次便生成了浩克 两大巨人猛烈地碰撞在一起 然而浩克竟然被压制 被增悟一下砸飞出去 看着再次冲撞过来的增悟 浩克将拆成两半的警车 当作武器 压住增悟一顶爆锤 然而他低估了对手的防御力 背一下踢飞 眼见浩克不敌 罗斯将军指挥直升机 鼓励压制 发防的增悟一个猛冲 想要将直升机拉下 浩克赶忙冲出来阻挡 直升机承受了 他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压力 几人连人待机一层坠落 增悟再次出现 狠狠地压制住浩克 但是看着即将爆炸的直升机 路火爆发的浩克力量再度增强 反水抓住 增悟对到墙上 汹涌的火焰 吞噬了背地 浩克上前双手一拍 一发冲击波熄灭了火焰 后面的增悟 抽出一个大锁链击飞了浩克 眼见增悟再度抡起锁链 浩克对着地面一个猛击 地震波摧毁了脚下的地面 失去平衡的增悟 反而被自己的锁链打住 浩克趁机捡起锁链 狠狠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增悟的反抗越来越弱 最终背地平息了浩克的怒 他始终不希望自己的男友沾染血腥 浩克的意志事迹还是失败 最终他还是选择离开 影片结尾 一身光鲜的托尼史塔克 出现在罗斯将军面前 复仇者联盟正式开始登上舞台